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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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旅車絕對是主流 它竟然又吹起了七輪座風潮 百萬左右的七輪座休旅現在選擇還不多 所以台灣的自主品納智傑就是修到這股商機 它推出了全新作品 U-RX 它除了鞏固五輪座休旅戰線之外 它還向上延伸推出了七輪座車型 當然這項作品它也被譽為是品牌的翻身之助 到底它有何忍耐就讓我們看下去吧 納智傑 U-RX 它是強調空間驚人的休旅車 它原本規劃有五輪座、六輪座跟七輪座車型 不過首波只提供五輪座跟七輪座車型 首先它在外觀上它車長達到了4.7米以上 它比現行的U-RX大上一些 它目的就是為了容納可以七位乘客的乘坐空間 不過它的軸距是與U-RX相同 它在外觀呈現上面 完全是跳脫旗下休旅不同的型設計 全設計採用分離式的LED頭燈 在視覺的變速度上我覺得相當特別 全設計它已經標配了18吋旅旋 我覺得身形大小符合這台車的氣勢 引擎蓋上面它也採用了通U、A15跟U6的設計 那種開孔式的引擎蓋 它除了可以為引擎帶來散熱的功效之外 它也提升了不少的視覺的運動感 好我們接下來看看它的車尾後方的設計 它後方造型至B數以來 線條設計雖然不像現在的主流手機 那麼強調的跑格化 你可能會覺得有些單調 它那種平鋪直速的線條設計的話 我覺得可以帶來車內那種頭頂開過的乘坐空間 算是優舍有得啦 另外它因車型等級的不同 有些高貴的車型會有使用的電動尾門 還有腳低式感應喔 所以對於國三品牌來說 我覺得算是相當加分的配備 好 內裝是URX它一大亮點 它相當的科技然後蠻有前衛感 因為它全車系已經沒有傳統儀表的設置 它的虛擬儀表落在前方擋摸玻璃處 它們叫做ART擴充抬頭顯示器 這個是全車系標配 你不用擔心它前方那個HUD會特別的反光 不會它會學著溫度下雨天 它會做適時的光線變化 所以我覺得今天試駕下來的話它是不會有看不清清楚資訊的問題 而且它的那套ARD擴充抬頭顯示器可以做多種模式的前換 你可以看到轉速啊油溫啊水溫啊油耗資訊通通都可以顯示在上面 還有導航資訊也可以顯示在裡面 至於它這套多分別的螢幕 今天在U56或是U55上面很多車迷會投訴說會有嚴重的反光問題 不過這個新的螢幕已經精進了不少 今天也是同樣一天試駕下來的話 我覺得在大白天下開車的話也不會造成反光的問題 就連第二排的話都是看得相當的清楚的 浴瓦它事實上的進步是值得肯定的 當然啦我覺得它還是存有一些不少的小缺點 比如說我左拉前方架子座上面我要打檔的時候 這個排檔做功是蠻精細的 有點避免豪華車的質感 可是它的檔位標示相當的不明確 你當你處在哪個檔的時候 你可能是需要透過中控螢幕或是它的ARD開口顯示器 才能知道你現在是打上哪個檔位 所以你可能需要一點時間來適應 好 它的真皮方向盤我覺得握感相當的不錯 直滑性也OK 然後這邊整合了多項多功能按鍵 它可以提供語音操作 智能語音操作 然後這邊還有針對它這次主打的系統 可以進行ACC的速率調節跟距離的調整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拍照模式 我可以特別跟大家說明的是 它這套URS它身上已經配有了行車記錄器的功能 然後這個按鈕的話 你可以針對前方進行拍照收證 所以對於選舉 違規選舉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蠻便利的東西 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它的方向盤還是只能上下 不能前後調整 這點跟我之前在試駕A45的時候是一樣的 可是對於一台80幾萬到100萬的修理來說 我覺得這點是要扣分不少的 基本上你之前在U5或U6看到的 納智捷的新科技它都已經具備 像是AR、V5、底盤透視 或是左右方的來車顯示它都已經支援了 另外在新人座車款上面 它可以透過一件式的傾倒設計 在你這邊操作的話 它的第二排座椅就會自動的收折 好我們現在在URS它的第二排空間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空間表現算相當的狂長 它西部空間有超過兩個拳頭上的距離 透頂空間也發揮相當的OK 另外在它的配備上面也相當的貼心 它有配有後座出風口 然後兩具USB的衝動電源 附加這邊還有一個掛鉤 另外在頂規的七人座上面的話 它配有的全景式電動天裝 它的開口面積我覺得相當的寬敞 也可以讓第二排的乘客享受到遼闊的視野 動力全設計採用1.82M渦輪引擎 搭配的是6速手勢排變速箱 也是在S5GT跟U6GT上面的配置 不過在UX上面的話 它有經過特別的校調 所以來的比較溫和一些 因為它畢竟是舒適取向的修律 不過我覺得油門踩起來 它的反應也相當的凝敏、輕盈 因為它畢竟最大馬力已經有來到202HP 扭力的話也有30.6公斤米的表現 所以對於台灣用車族群來說 我覺得200P左右的馬力設定 是一個甜蜜點的設定 對,比較可惜的是 這套引擎是 依然是油門操作不夠心靈的話 它轉速容易來的偏高 所以會對油耗造成影響 油耗是它的小缺點之一 好,這次還有一個大重點就是 UX它最重要的EDAS安全輔助科技 這是NAS自己首搭的車款 為品牌開的先例 然後它支援的ACC 智慧定速跟車跟AEV主動煞停系統 我們先來說說它的ACC 自動定速跟車 它雖然未達全速域的境界 然後它作動時速在30到150公里之間 實際操作起來的話 它對油門的加減速跟煞車的控制 我覺得相當的細膩 它的車距調節的話也相當的聰明 好,經過一整天的試駕向來 尤其是這套ARD抬頭顯示 我覺得相當的討喜 因為它不管在大白天或是陰天 它都不會有嚴重的反攻問題 讓駕駛螢幕了然 這次那四姐也聽到台灣消費者的心聲 首度的引用了ADAS主動安全科技 包含了ACC跟AEP這種實用能功能 在動力的表現上面 滿載七人座也不用擔心 總而言之我覺得它是一台 相當稱職的國產七人座修律 之後如果它再強化它的主動安全科技 表現一定會更加強勢 好,我是自由私人手Nick 我們下次見,掰掰 出發了 尤其是